谈完了认识自我之后 我们现在就来讨论一下需求的满足吧 为什么要谈需求呢 在课本里面如果你仔细想一下 他为什么要在这里放这个东西 你可能会一直猜不透 但是我认为课纲的意思是 需求是基地一个人做事的原动力 所以如果可以了解有哪些需求需要满足的话 会对自我有更深入的认识哦 这个人是马斯洛 他提出了需求理论 也就是所谓的需求金字塔 这个金字塔一共分成五层 从下到上分别是 生理需求 安全需求 爱与归属需求 尊重需求 以及自我实现需求 在详细介绍这些需求之前 先提供大家一个记忆的口诀 这个口诀是 从低到高举这些需求的一个关键字 我们把它叫做 希望这样可以协助你把这个金字塔记下来哦 所谓的生理需求呢就是 不能满足 生存就发生问题的东西 像是肚子饿 口渴 怕人要穿衣服等等 这些基本上是推动人们行动的最强大动力 只有满足了生理需求 才可能往上追求其他的需求 但是在满足了之后 生理需求也就无法成为基地行动的因素了 安全需求代表的是远离危险 保障自身安全 例如我们的社会有一定的秩序需要被维持 或是受到家暴的人会需要保护力来满足他的安全需求 和生理需求一样 满足了之后 安全需求也就不会成为基地行动的因素 爱与归属需求 就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信任等等 每个人都需要情感的支持 像是亲情 永情 爱情 还有在一个团体当中的归属感 让人感觉被接纳于某个团体当中 就叫做爱与归属的需求 尊重需求除了字面上的被人尊重以外 还包括了被自己尊重 被别人尊重就是指有地位 被信赖等等 而被自己尊重就是有自信 还有可以独立自主 最后一个 自我实现需求呢 则是会根据每个人的价值观不同 而追求不一样的理想 成为自己心目中的样子 像是有些人投身志工行列 以服务他人作为自己的志业 或是有人在事业上付出所有心力 以工作上的成功定义自己 马斯托金字塔基本上是有 先后顺序和高低层次的 也就是说要先满足照下层的需求后 才会去追求高层的需求 例如如果没有吃饱的话 怎么会去担心自己有没有被别人接纳呢 应该会先想办法确保自己不会二肚子 才有办法往上满足其他的需求 除此之外 马斯托金字塔还分成低层需求和高层需求 低层需求指的是 借由外在来满足的需求 包括生理、安全和爱与归属 这些需求都需要靠外面的人事物来满足的 而尊重以及自我实现则是高层需求 这样的需求已经无法单纯由外界来满足 需要靠着自身力量的追求才得以满足 最后要提醒的是 马斯托金字塔是有例外的 举个例子来说 司马迁虽然被施以阉割之行 他的尊重需求显然没有被满足 但是他却刻苦耐尤地完成了实际 或是电影《模仿游戏》中 主角图林说 有时候被世人遗弃的人 才能成就不凡的大事 这个则是爱与归属需求没被满足 但是却可以追求个人实现的例子 如果你想知道图林为什么被世人遗弃 还要成就了什么不凡大事 可以去看看模仿游戏对付片子哦 关于需求金字塔的介绍就到这边 如果你还有疑问或不清楚的话 可以再把影片复习一次 看能不能解答你的疑惑哦 公民丁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